美國國防部發布聲明表示 延續川普政府的規定 美國軍事設施禁止懸掛象徵和性戀的彩虹旗 位於伊拉克西部沙漠 美軍部隊駐防的阿薩德空軍基地上空 6號出現兩架無人機 隨即遭到美軍摧毀 一架從加州飛往田納西州的達美航空像 由於一名身份不明的乘客 試圖非法闖入駕駛艙 迫使飛機轉向在深墨西哥州緊急降落 機上乘客說此人企圖劫機 加拿大紐賓市域省出現的多宗神秘疾病事件 目前已造成48人感染6人死亡 中共當局推出三胎政策 隨後中國銀行江西分行推出了三胎貸款 但隨後又急忙改口引發爭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黃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7日星期一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國防部今月4日發布聲明表示 雖然每年6月被視為是同性戀月 但五角大樓不會破例允許美國軍事設施 懸掛彩虹旗 而是延續川普政府的規定 美軍只可以展示部分其次類型 美國國防部長去年7月曾簽署一份備忘錄 列出可以在軍事設施當中展示的旗幟類型 包含美國國旗、周旗、盟友旗旗 代表戰夫及失蹤軍人的旗旗 以及軍事單位旗旗 其中並沒有聯邦旗 或象徵同性戀的彩虹旗等旗旗 這即是意味著禁止美軍懸掛彩虹旗 對此五角大樓發言人阿比說 彩虹旗亦不會有例外 因為恐怕會為其他有爭議的旗次開先禮 拜登入主白宮後的第一天 就簽署行政命令 指示聯邦機構依據所有禁止性別歧視的聯邦法律 保護非異性戀族群 此外拜登還撤銷了對禁止跨性別者重軍的禁令 拜登政府還推翻川普政府對美國大使館懸掛彩虹旗的禁令 包括在印度和澳洲等地的美國大使館 都公開強調他們對非異性戀族群的支持 根據中央社報導 伊拉克軍方6號表示 位於伊拉克西部沙漠 美軍部隊駐防的阿薩德空軍基地 上空出現兩架無人機已經遭到美軍摧毀 而美軍這個基地在一個月之前 曾經遭到另一架武裝無人機的鎖定攻擊 另外根據發生社的報導 伊拉克軍方表示這些無人機是遭到美軍的反火箭彈 炮彈和迫擊炮防禦系統擊落 同時美方領導的駐伊拉克聯軍發言人 馬洛托尚教表示巴格達機場上空 有一枚火箭被擊落 事實上伊拉克境內美軍人員 駐紮的設施曾經屢次遭到火箭攻擊 今年以來伊拉克境內美國相關人士 已經遭到39次攻擊 大多數是以炸彈攻擊後勤車隊 另外有14次火箭攻擊 其中部分有親伊朗的伊拉克派系宣稱犯案 對此美方認為 這是與伊朗有關聯的伊拉克派系所為 目的是為了施壓美國政府全面撤軍 當地時間4日一架從加州飛往田納西州的達美航班上 由於有一名身份不明的乘客試圖非法闖入駕駛艙 迫使飛機轉向在新墨西哥州緊急降落 同時該名乘客被機組人員和其他乘客制服 有機上乘客表示這名少士乘客是企圖劫機 達美航空表示這架緊急迫降的波音73790尼克機上 有162名乘客和6名乘客機組人員沒有人受傷 根據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國際機場 發言人斯蒂芬尼基茨表示 機場接到空中交通管制塔的報告 說飛機上一名乘客試圖闖入機艙 他說這名身份不明的乘客 在飛機一降落就在機場被警方拘留 正在移交給聯邦調查局 對此阿爾伯克基聯邦調查局證實 FBI正在對事件作出回應 並表示目前對公眾沒有威脅 但沒有提供更多細節 另外根據美國傳媒《今日美國》報道 事發飛機上的一名乘客在Twitter上 發布了該事件的影片 並表示飛機必須緊急降落 因為一名乘客企圖劫持飛機 影片中顯示一名空少制服了這名少士乘客 影片還顯示一名乘客的手腕被綁在背後 與此同時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 也發布了幾名乘客 在飛機上拍攝的手機影片 顯示一名男子趴在飛機走道上 在他被束縛時反覆大喊停下這架飛機 自至目前航空公司和執法部門 也沒有說明邵氏乘客是否攜帶武器 是否受到酒精或毒品影響 或是甚麼原因導致了他行為異常 近期加拿大首都厄泰華和紐濱市域省的衛生部門 召集神經病學家、流行病學家、環保主義者 和獸醫團隊調查 加拿大紐濱市域省出現的多宗神秘疾病事件 至2015年至今已有48人出現一些原因不明的症狀 包括失眠、運動機能受損和產生幻覺 厄金未能確定他們是否患上某種神秘疾病 相關個案厄金增至48宗造成6人死亡 病人年齡介乎18至84歲 他們主要是住在加拿大紐濱市域省內的兩個地區 分別是蒙克頓和亞卡迪亞半島 神經病學家馬雷羅最先發現了這種疾病 2015年他發現一名病人出現一些異乎沉上的症狀 包括焦慮、抑鬱、快速惡化的認知障礙症 肌肉疼痛和視覺障礙 對此神經病學家馬雷羅進行了幾項測試 查找醫學文獻並諮詢世界各地的同行 最終他表示只有一個合理結論 就是這個不是我們以前見過的疾病 而另一位神經病學家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卡十萬表示 有一個調查線索是 這種疾病可能由一種已知的毒素引起 他表示研究小組不排除 這可能是一種新的軟毒體疾病 或是由細菌、病毒或真菌等傳染源引起的綜合疾病 在中共當局推出三胎政策後 中國銀行江西分行推出三胎貸款引發爭議 隨後又急忙改口 近日網上流傳一張中國銀行江西分行 推出的生育消費貸宣傳海報 顯示這個貸款使用對象為20至50歲 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自然人 懷孕滿6個月至幼兒兩週歲 一胎家庭最高可以申請10萬元 兩胎家庭最高可以申請20萬元 三胎家庭最高可以申請30萬元貸款 大陸傳媒對此向中國銀行 確認了生育消費貸款的真實性 中國銀行禁州分行某主管對記者表示 今次三胎貸政策已經下發文件 一胎10萬元、兩胎20萬元、三胎30萬元 原則上放貸壓度是申請人年收入的兩倍 但最高壓度一般不超過上述數字 該主管還告知記者 並不是任何人都有資格獲得貸款 他說一般而言 申請人需要在該行存有現金 經由本行繳納公職金 或是本行客戶等 並在禁州有固定居所 年齡在20至50歲之間才能申請貸款 另外記者還了解到 根據中國銀行江西分行個人貸款部人士表示 這個產品最近可能會有一定的修改 目前內部政策尚未穩定 不過這名過貸部人士不足5分鐘後就致電記者表示 現在生育貸款沒有了 但並未解釋具體原因 與此同時 根據澎湃新聞 中國銀行江西省分行一名工作人員說 江西省分行剛剛出了這個概念 具體的政策我們還未收到 是剛剛出的 只是提出了這個想法 具體實施流程和所需材料還未出來 有業內人士表示 這些明目的貸款實際上就是消費貸款 只因為明清觸碰了社會痛點才刺激起了輿論爭議 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